五大联赛新一轮的比赛基本落下帷幕,这轮联赛产生极场冷门比赛,而积分榜上也有了新的变化,西甲联赛,联赛已经进行了13轮,打了三分之一了。 赛维利亚居然登顶了,本轮他们一比零战胜了巴拉多利德,比赛中安德烈西尔瓦打进全场唯一进球的。 本赛继续讲变天了,以往由黄马、巴萨、马进三家独大的场面已经不复存在,现在西甲是五大联赛率竞争最激烈的联赛,如果你是一名乐观主义者,可以把它称为列强争霸,因为无论是黄马、巴萨、马进是受罪的。 死的骆驼比马大,他们在欧冠上依旧表现得不错,巴萨和黄马在欧冠的小组排名第一,马进也能排在第二,与第一的多特同分。 如果你是悲观主义者,也可以称之为蔡基护卓,因为西甲在墙这赛季,都不约而同,得出现了很多问题,如果这些问题不及时解决,一旦进入了欧冠淘汰赛,面对更强的对手,随时被淘汰。 半轮赛事最大的冷门是黄马克场赢比赛输给了西甲小球队,阿巴尔,当然有球迷认为这不算是冷门比赛,因为这个比分才是黄马这个赛季真实实力的体现。 之前的各项四连胜不过是换帅之后的回光反照,黄马联赛开打至今已经输了无场比赛,但是他们也仅仅落后,日榜首赌赛维利亚6分,赛季还有3分之2。 还保留着独冠的希望,英超联赛,曼城和令乌普本轮又是双双赢球,分别以4比0和3比0战胜对手,可谓并不血认,而热刺3比1战胜了切尔西,打破了对手台季以来个像赛事不败的记录,亚洲一哥孙星明打入精彩进球,切尔西的排名已经滑落到第四名,和曼城相差了7分。 12月9日,他们还有一场和曼城的直接对话,这是唯一扭转局势的机会。 曼林在主场则被水晶光灵笔灵逼平,水晶光是一支保级队,曼林在主场居然无法拿下,不过在几分榜上,曼林比赛一轮还提升了一个位次,来到了第七名。 但是距离榜首的曼城越来越远了,实际上,曼林这个赛季输了四场比赛,比黄马还少输一场,但已经早早退出了争冠军团,一脚联赛,一脚方面最大的冷门。 当初纳布勒斯主场而切获0比0逼平,因为周中还有欧冠的重要比赛,纳布勒斯明显奔心了,切获这个赛季因为财务造假被罚分,之后一蹶不振,是一甲最尽职的送分童子。 而纳布勒斯却偏偏在他身上丢分,只能说是隐秘,目前纳布勒斯已经聚榜首的尤文图斯8分,以尤文图斯如此稳定的发挥来看,纳布勒斯的独冠梦,估计要延续到下个赛季了。 此外,罗马也在客场对阵乌迪内斯,的比赛也0比1输球了,目前排名第七位,周中的欧冠比赛也令罗马奔心,他们对阵黄马。 这是一场决定出现和名次的关键质战。 格甲联赛,败人周末下笔奔领先的情况,下被杜塞尔多夫逼挺,原本球迷以为之前败人的状态低迷,像上个赛季技术一样只是假象。 但是,目前看来连续三场不胜,真的是因为队员年龄问题实力退化了。 而更加不利的是,多特蒙的恰恰相反,刮起了青春风暴,联赛至今不摆。 他们现在已经领先半人9分,虽然多特蒙得对局面的控制不如曼城和尤文图斯老道,但是多特真的会遭遇华铁卢在联赛中丢分,而半人还能支持而扣勇追上来吗? 罚甲联赛,巴黎圣日尔曼至今不败,基本已经达到了42分,多德本赛季的罚甲冠军已经没有悬念了。 半轮比赛他们1比0战上了图卢兹,内玛尔和姆巴佩因为周中的国家队比赛受伤,他们一身变装在看台上轻松看球。 这场比赛也折射了大巴黎现在在罚甲的地位,有姆巴佩和内玛尔他们就大胜,没有他们两个就小胜,总之取胜不是问题。 罚甲积分榜排名第三位的蒙迪利埃这个赛季仅输了二场比赛,其26分。 这个积分可以在西甲排名首位了,带在罚甲,他们只能排第三,聚榜首的大巴黎16分,夺冠是绝不可能的。 相比之下,在西甲输了五场球的黄马,却还有夺冠希望,不得不说是奇景。 此外,球迷可能更关注亨利之家恶魔内阁队,这轮比赛尽球了,万尔考任一球破门,他们各场一比0级败卡。 好,亨利取得了上阵后首胜,这是摩诺哥最近17场比赛首胜,但是依旧没有摆脱降级区,拔甲的问题是整体偏弱,摩诺哥在欧冠中积分为一分。 小组垫底,已经被淘汰,虽然还有两轮比赛,但是估计欧联杯他们也打不上,比较虽然目前排名小组第二,但是还是面临淘汰的风险, 而大巴黎目前排名小组第三,情况岌岌可危,下轮欧冠他们将迎来主场对镇利物浦比赛关键之战,一旦输球,小组赛可能就要被淘汰了。 如果那马尔和姆巴佩带领的发展霸主沦落到巨大欧联,想想都挺尴尬的。 最后做个小调查,黄网还保留夺冠机会,你觉得他们这个赛季的最终排名会怎么样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